郭小南导演的全本牡丹亭在上海演在北京演 北京是联系两次演了 这次的年底呢 这个北京不是大戏看北京吗 这个大戏也不但是北京今年的重头戏 而且是在中国昆曲的历史上 这都是大事 在中国戏剧史上都是大事 因为汤仙祖400年前的作品 现在全本班上舞台 昆曲形式展现 400年前那时候人怎么唱啊 有师父带徒弟一代一代传下来 但是那个时候的唱本和今天唱本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现在无论是五美灯光道具设计 然后呢唱腔乃至剧本的剪裁改别 则下了大功夫了 那现在能够得到北京上海这两个城市 咱们通常说一线城市北上广深 北上还是前两个 这两个城市里边演了40场 一片叫好声 我开始因为黄国群呢 他在请我去看我不大好意思 主要是因为我看不懂 我以前看过折子戏 我听不懂 一呀呀一呀呀半天 我听不懂 但是这次我居然是听懂了 而且我还想 这距离要是再近点 我看的字幕更清晰 现在我的迷的眼睛 我这么看那个旁边 两旁那个字幕 我都能看进去了 你想想 那多少人现场一票难求啊 我对于这个400年来 都没有过全本演出这事 我跟你说我心里是有点嘀咕的 你怎么知道400年的演出 没有全本啊 他问世之后 那么强的思想冲击力 艺术感染力 家又户晓 东北二人传里边有个大西乡 知道吧 西乡记那也是不得了的一部戏 而且西乡记里边 更是家家都传送啊 你现在牡丹亭出来之后 据说呢 大西乡都受到严重的冲击 那现在怎么说 他就没有全本呢 我进了一个群 这个群里边全是这个牡丹亭 可以说是这个粉丝 也是郭小南的粉丝 是群里面大家谈的比较专业 说唐贤祖这牡丹亭啊 明朝 一说明朝 就万历年间 对万历26年 就1596年 那一年定稿 第二年春天 然后就开始这系列演出 唐贤祖他是个诗人 他用手诗留下来了 在诗里边呢 他写到自踏心词教歌舞 就是说我心诗写了词 然后呢 我教他们表演 唐贤祖诗叫 季嘉兴 马月二丈 奸怀舞台太窄 还有一句呢 叫自他弹痕 教小令 小令就是戏剧表演嘛 这个是唐贤祖祖师里面的一句话 就是说这些呢 我们现在可以考据的是 唐翁亲自知道啊 那也就不是郭小南指导了 也人家是唐翁亲自知道 唐贤祖告诉你们怎么演 指导你怎么演唱 那个时候你说他演 刚写完的本子 就是结本 就是折子戏 这是不是不太可能啊 有没有可能上来演的时候 演的是全本的 那那个时候唱枪什么样啊 那时候唱枪和现在上海昆曲院 现在这个唱法能一样吗 不太一样 因为那个时候昆曲也是在不断的发展的过程当中 那个时候有个专门的叫法 叫做海言枪 就是那个时候 那一带的枪 地方戏就叫海言枪 唐贤祖身边有一只热爱昆曲艺术的队伍 叫宜林 他们是在江西啊 宜皇县级演唱海言枪 就当时的曲艺人 我东北人啊 我出生在黑龙江 黑龙江二人传不如辽宁吉林发达 吉林赵本山他们家的最发达 汤贤祖如果出生赵本山他们家那个屯儿 那开始演唱的肯定二人传了 可是那个时候汤贤祖那个地方 人家是唱海言枪的江西宜皇县 所以那时候呢不是昆曲是宜皇县 但不管他什么形式承载吧 反正问世之后是海言枪戏班唱 昆曲戏班更是热烈的追逐热门戏 你想想16岁少女表演 一个青年女子表演 恋爱的产眠呢 在那个礼教束缚非常多的那个时候 思想该多解放啊 昆曲戏班全本演出 牡丹亭 我问他们问了几个人 他们说确实是没有见过 勉强算是全门的 可以找到一条是 南京吴越诗家班的演出 汤贤祖有个朋友 是细题评论家叫潘志恒 他写过一点东西说 同社吴越诗家有歌 令演世纪 世纪就是说牡丹亭 说能飘飘忽忽 令翻译局飘渺之余 以七苍于声调之外 一字不疑无为不及 既敢杜柳之情深 父父汤公为粮食 又佩服这演得好啊 两个小时的爱情 然后也佩服呢 汤贤祖粮食 就讲了历史 汤贤祖这朋友 叫潘志恒看入迷了 入迷到什么程度 一个冬天看过五次 这是1609年的事 在这之前的十年 汤贤祖这牡丹亭啊 刚刚开始这个有人演的时候 潘志恒就和朋友 在南京看的这个牡丹亭 那当然就是五月十节版演的 那既然说是一字不疑 我是看过汤贤祖的这个本子的 一字不疑 那还是很大量的 那演出一字不疑呢 那肯定全本演出吧 总而言之 虽然历史上有些记载全本的演出 但是今天已经找不到原样貌 只能根据戏迷当时的一点 一临半爪的实距来推测 当时可能什么样 你再往后 明晴两代关于牡丹亭 全本演出的实料找不到 不但找不到演全本的 而且汤贤祖还有封信 对对对有些人瞎改 男的板子你瞎改 我也算是半瓶子醋的文化人 我给人写稿子 我最烦别人改我的稿子 但是过去你写社论 写评论文章的领导改稿子 而且改的面目全非 还有大官改完了 小官还改 然后呢更大的官 把它全推了重新来 所以那时候我就有一个狡猾的做法 我送到小官那儿改改改 中官呢 然后再改改 到大官呢 他叫我回来改 改完之后送大官 我就抖个机灵 我直接把没改那个东西 直接送给大官 大官批了他们两个 除了对我有意见之外 他也没办法 所以写东西最烦别人改 唐先祖跟我有一样的情感 就说你写完了之后 你们演出就好好照本子演 你瞎改 话说回来 你说一个文字的版本 然后你到舞台上去 当然要经过一些删改 你的理解和不一样 你想一个本子 它总是要适合不同的情况 你那么长八个小时 那个时候不叫小剧场 那时候叫人小戏班子演 演八个小时 怎么可能的 所以改是必然的 但是汤贤祖啊 那时候也脾气很大 他是当了官之后 才后来做剧作家的 他有一封信 告诉他的一个朋友 就是牡丹亭 这个戏要按我的本子来 吕家改的切不可用 另外一家姓吕的那家 他不是演全本吗 不是万用 汤贤祖说 虽然增减一个字两个字 也便俗唱 便与你们唱着方便 但是你这个 与我原作意趣大不同了 你看多严肃 就是改一两个字 你说你为了方便 但是你和我的原作意趣大不同了 在这儿有两条 一条就是说 作为剧作家汤贤祖 作为中国最伟大的剧作家 他对自己的作品的严肃性 完整性 丰富性 他都不让别人改 你别给我动 还有一个呢 那就是汤贤祖 他这个作品呢 昆曲的那种哑 和我们有些流行文化的俗 虽然我们说大俗大哑 然后能俗能哑 大俗就是大哑 那就是一般性的说法 那属于诡辩 俗就是俗 哑就是哑 有的时候只能说 在特定的情况下 俗就是哑 但是呢 你离开了特定情况 这个条件状语从俱 你说俗就是哑 哑就俗 那就没有哑俗了 所以 我以前我见过 不好说哪的了吧 反正是一个折子戏讲的 一个牡丹亭 其中的一句折 那里边加进了一些 就是戏剧表演 那种叫剑离 突然跳出来 就挂到现在的 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现场观众们爆笑 因为大家觉得出彩了嘛 可是 我注意到 郭小南导演的 这个全本的牡丹亭 没有一处是这样的 你要保持它的严肃性 想 汤贤祖先生 如果活到现在的话 他可能会表示满意 而不会同意 我们今天有些折子戏里边的 为了现场取悦观众 在那个地方 故意要出点彩 建点彩 那你那传承的那种严肃性 那昆曲作为中国戏曲艺术的活化石的那种完整性就被破坏掉 好了 关于郭小南版的全本的某南亭 看了之后的感想 今天说到这 感谢各位收看 谢谢 谢谢 好